第一题,有关电解值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上课的时候提过,电解值叫做化合物溶于水,水溶液可导电 所以电解值一定是化合物 所以答案A,电解值一定是化合物,是对的 水溶液可导电 所以答案C,电解值的水溶液一定可以导电,也是对的 老师上课提过,电解值导电的时候是因为它会分解出正负离子 正离子会移到负极,负离子会移到正极 然后因为得失电子而产生化学变化 所以老师上课强调过,电解值导电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化学变化 所以选项株,电解值导电时必定产生化学变化也是对的 那么选项B,可以导电的液体就是电解值 电解值的判断标准是要看水溶液的导电,而不是液态 液体的铜,液体的铁也可以导电 但是呢,它不是电解值,它不是化合物 所以我们选项B是错的 所以我们第一题问我们说 有关电解值的叙述下列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可以导电的液体就是电解值